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東西叫做電子腳樓 是一種監控犯人用的工具 腳樓本來是刑具 但電子腳樓的用法卻跟刑具不太一樣 那你知道這東西又是什麼嗎? 這東西是折磨犯人用的工具 用法就跟刑具一樣 對 名副其實的電子刑具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犯了什麼罪 才要來打這個狗屎關卡 月挑戰Extra關 是從上個月開始的新活動 總共有兩關 Extra1會是高難度關卡 可以理解成LV11 這兩次的場景技能都是混沌值 Extra2的關卡數據非常復古 因為他要求固定隊伍 8月的隊伍是超獸魔神 只是佔有改成戀愛孝恩 這兩關的獎賞其實蠻多的 總計400琉璃與一地滅絕金玉 還有五粒對應屬性的零食 不僅如此 在其後的塔之魔神挑戰關卡 也引進了固定隊伍挑戰的設定 那次的Extra關只有一關 要求的隊伍則是銀格力 這兩次的固定隊伍 剛好都是男人會喜歡的東西 畢竟一個是合體機器人 另一個則是會撒嬌的舊情人 再來看到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9月挑戰Extra2 要求的隊伍改成遊俠隊 甚至還裝備了專屬武裝 不錯喔 至少整出時間是非常足夠的 相信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多困擾 對吧 在進關之前 我們得先做好充足的功課 這次的固定隊伍 是隊長與戰友 都是木友的遊俠隊 木友的隊長既有強調單體攻擊 現在看起來很智障 但他在當時其實有一個很智能的設計 敵人就有一個的時候 無論如何都會被視為單體攻擊 換句話說 只有在敵人不只一個的時候 我們才要擔心天降全體的問題 消三種竹子算是創分體 這隊沒有屬性定版 爆發的時候要消不到三種竹子才難 再來看到他們的隊伍技 古老的隊伍幾乎沒這東西 但這隊是有的 發動條件要求 讓三個相亦屬性 且相同星數的遊俠同隊 他們的攻擊力有機率變為兩倍 這就是俗稱的暴擊 第一條隊伍技跟遊俠王有關 這隊沒這東西 自然就無法滿足條件 之後看到他們的主動技 他們的主動技在很久之前上調過 對於老玩家來說 主動技的CD與一些細節 可能會跟你記憶中的有落差 木遊主動技CD6 單體無視防殖傷 有機避敵人的話 該回合能確實觸發隊伍技的暴擊 水遊主動技CD15 比梵蒂冈拉的速變還長 能在5回合內減少60%被損傷 首回合還有抑制效果 很重要的保命技 火遊主動技CD5 全體無視防殖傷 光遊主動技CD6 恢復隊伍中血量的生命力 超額量會對敵方全體造成光屬性傷害 這招是非常重要的保命技 暗遊主動技CD12 敵方血量在20%以下時能直接收頭 王冠爆發出意外時才可能用到 以上都是基本功 做好這些功課 對攻略提供的幫助是非常有限的 因為重點藏在之後兩個細節 首先是武裝龍客 這對全員裝備對應的專屬武裝 龍客技能可以減傷增傷 被動能力1會多給我們1秒 被動能力2則給了我們一個條件很鬆的擊傷 消除15粒以上的珠子時 自剩2.2倍功 爆發的時候很難消不到15粒珠子 但炎秒這件事情會改變轉速洛基 基礎秒數5秒 武裝龍客多給了6秒 這就是我在前言中提到的秒數優勢 在轉租時間有11秒的前提下 我們可以改變轉法 以讓輸出最大化 此時會延伸出第二個細節 就是昇華能力 武署遊俠都有2把昇華劍 對象都是全隊 幅度都是10% 昇華2要求直行3連 昇華4要求直行4連 全隊6個遊俠 總計12把昇華劍 全都觸發的話 內建的增傷高達3.14倍 都快比原周率還高了 不靠定版的話 要全部觸發真的很難 如果只觸發6把昇華劍的話 內建的增傷也有1.77倍 這怎麼聽都很划算 要租出的時候 請務必要轉到昇華劍 至於關卡資訊的分析 我會合併再下個段落 做好這些功課後 也只能讓你在第四層以前打得比較順利 之後就直接進關吧 進場能看到這對死血只有19393 右邊那次打19400 因此會有酷漏頭 一下都扛不了 我們在第一層最多只能待4回合 除非你想浪費龍客減艙 既然水游便秘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爭取時間 在轉的時候盡量觸發昇華劍 第一回合鎖定左邊 走紅綠燈 消7C以上 俗清出不要5連 理想情況是這回合打掉左邊那隻 第二回合手下全火平砍 目標是把他打進半血 第三回合濾掉水星洗劑 這回合直接平砍的話很容易走火 最後火油角色珠 消高C 手下全火 再來到第二層 隊長角色珠 手下無水 消高C 這邊沒暴擊的話傷害很吃緊 沒死的話繼續疊消水珠平砍 之後是第三層 沒得開定反的30次 敵人是目主 先濾掉水珠與新珠 並整理好盤面 這樣子下回合會比較好轉 這邊地獄半血的話要先開光油 之後轉30次 敵人血量不高 有轉到的話基本上能直接打死 除非新珠真的太多 二血 隱身盾 並要求手下6C 先開隊長木油打出隱身 手下6C平砍 下回合手下6C 手下全光 最後加開龍克 綠12-18光 再來到第四層 鎖定中間 消高C平砍 這邊天降全體的話可能會打不死 特別是光珠五連 現在敵人不只一個 數珠五連的話會吃不到隊長技的倍率 然後我這場腦袋抽筋所以沒轉好 理想的情況是直接把中間打掉 但那畢竟是理想 第二回合消光珠平砍 之後五連屬住存強化 順便補血 這回合開始會碰到這種鳥事 不錯喔 這場蠻順利的 現在有水暗牆 這邊火五連 幹你娘勒 最後開火喲 燒火 這邊我犯了一個致命錯誤 就是沒有回滿血 終於到了王關 如烏盜滿 你今晚的噩夢 很弱智的五屬牆 再送你恢復歸零 還有個干擾性很強的軌跡隱藏 欸 你知道我們的龍客模式是龍蚊嗎 五屬牆要自己慢慢五連屬去做耶 第一回合五連屬住存強化 第二回合開光油補血 繼續五連屬住存強化 理想的情況是第三回合才開光油 只是我前面15歲要提早開 第三回合繼續洗劑 這邊我犯了一個錯誤 因為光油被迫提早開 這回合應該要直接打過去的 否則之後回血壓力會很大 最後下五屬牆打死敵人 到了王二 CD1打19300 還會讓我們疲憊99%三回合 血量甚至是讓人非常絕望的數字 設計師不知道死了幾個嗎 掀開水油減傷 把水珠移到正塔地形 首效霧水洗劑 最後兩回合消心珠 首效霧水洗劑 這邊卡星就直接去死 哈哈 靠腰 卡星 跟他拚了 看天將長不長臉 好 再見 疲憊過後首效霧水拚看 理想情況是這樣啦 但盤面水珠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先開光油補血 連消水珠洗劑 然後我又轉歪了 真是該死 水油效果還在 盤面又有兩組新珠 乾脆直接手下一組水 能回滿的話可以扛追擊 最後這盤面好多了 敵人是水鼠 想偷輸出的話要消木油角色珠 隊長角色珠 首效霧水 消高C 再加開龍客 拚高分 這邊點15000以上就能直接打死了 但沒暴擊的話可能會殘血 情況允許的話就開暗游搜頭 王二疲憊結束後其實可以先偷打一點 只是我這場失誤 最後補充兩件事情 首先 我今天其實第一場就過了 只是影片檔變這樣 這絕對比什麼天嗆消強化珠還中風 這場的RNG根本是奇蹟世界線 強化珠留得很順利 王二也沒卡星 疲憊過了之後先打個兩層 軟體不知道為什麼出問題 平常半年都不一定會有一次 就一定要在通關場搞事 之後為了重新的通關流程 還有各種意外 所以又重達了實際場 再者 我覺得這關的難度 是這三次固定隊伍中最高的 王關的設計太弱智了 要首座五屬強還給回復歸零 王二的血量跟攻擊都高到靠杯 如霧倒滿是安倍晉明的仇敵 怎麼會扯到遊俠這邊來 這次沒出躺平打法就是因為這樣 我想躺 但躺不平 以通關策略而言 我在影片中其實已經解釋得差不多了 我會把詳細流程放在影片說明 真的想挑戰的玩家可以參考看看 說真的 我覺得把攻略包裝成這樣也不錯 以上是我對這次越挑戰XR2的想法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解說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阿倫 以兵出る地